大家好我是聖恩 今天我們要來講 左手的技巧 垂弦勾弦以及滑音這三種技巧 首先第一個是垂弦 垂弦就是我從 任何一個音垂到另外一個音 聽起來會像是這樣 我現在垂的是從 C大調的Do 然後垂到Re這個音 好 那這個垂的這個動作呢要記得 你按的位置呢要靠近琴眼 垂下去的那個音的位置也是要靠近琴眼 而且垂下去之後呢要稍微做一點停留 讓他有一點點嚴音 好那再來呢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垂的時候呢你的 動作不需要很大 不是動作大就有力氣 其實呢 它是一個很瞬間的力道 所以呢你如果正動作正確的話呢 就算是這麼小的空間 也會有聲音 那記得一定要垂對位子 聲音會比較容易出來 接下來是勾弦 垂弦是從低音到高音 那勾弦呢就是顛倒過來 從高音回到低音 所以呢我可以是這樣 這就是勾弦 那勾弦呢也有點類似 好像我們用 直接用左手撥弦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呢 第一弦比較容易 按好之後呢 直接往下撥一下 那但是呢第二弦以上的 你就不能直接往下 因為會變成這樣 你會碰到第一弦 碰到下面的弦 所以呢你在勾弦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勾完了之後 往上離開 好這個就是勾弦 那再來就是 滑音 滑音呢就是從任何一個音 滑到 下一個音 你可以用食指滑音 你也可以用中指滑音 你也可以用無名指滑音 甚至你也可以用小拇指滑音 那滑的過程中不要放鬆 好然後還有特別要注意的是呢 滑的 滑音的位置呢 一樣 開始的點也是靠近琴眼 結束的點 也是停在靠近琴眼的位置 這樣聲音都會比較乾淨 好這個就是滑音 那再來呢 一般來說我們會 特別的把垂弦跟勾弦放在一起練習 這個呢同時也可以做 左手指滴的鍛鍊 我們可以隨意的 例如說我們用第一根弦 第一弦的第五格 這個是C大調的拉 然後呢我們可以把它垂到C 然後再勾回拉 這個就是垂勾弦 所以你右手彈了一下 你會聽到總共三個音 那接下來呢我們甚至會 直接連右手都不撥弦 我就是 只靠左手的垂勾弦 這個就是垂勾弦的練習 那練習的時候呢你可以開著 馬錶 然後呢計時一分鐘 保持一樣的速度 那速度不用很快 只要記得力道平均 速度平均 那特別是垂弦的時候一定要有聲音 要讓他聲音一樣大小 很多人垂到後來手比較沒力的時候呢 垂弦就比較沒聲音 勾弦比較容易有聲音 就這樣保持一分鐘 那不只是練 食指跟無名指 我們可以剛開始呢可以從食指中指 接下來一分鐘完了以後呢換食指跟中指 無名指 一分鐘完了之後呢再換食指跟小拇指 然後接下來換中指按著 無名指垂勾弦 再來換小拇指 最後一組呢如果你很 很 暗部就班的呢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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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中指無名指一分鐘 中指小拇指一分鐘 到最後第六分鐘的無名指跟小拇指 你應該手 小拇指應該會是有點麻掉的狀態 好這樣子呢總共六分鐘 是一個 垂勾弦的練習 這個可以練習到鍛鍊你的指力 然後讓你在未來按和弦 彈單音的時候呢都會比較 有力氣一點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課程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呢 請幫我訂閱 然後也請到我的粉絲頁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